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主题 接下来你可能就要跟着我来去操作 我们先告诉你我的范例在什么地方 我今天所使用的范例呢 其实是来自于另外一套软体叫Table 它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商业型的资料 因为其实大数据分析 它最早成功的案例是拿商业 商业的资料 然后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行为模式 所以形成了商业智慧DI 后来那我们像生物医学 可不可以拿过来来去使用 当然也是可以 政策像例如说人口统计 能不能透过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来去做分析 当然也是可以 所以今天主要不管是用哪一种资料 反正就是你要会懂分析这件事 好那我的范例是放在这边 HTTPS帖号斜线斜线 GOO.GL斜线 YTZ 这个R是大写 请各位注意 这个R是大写 然后小写的X 大写的T 其实这还蛮好记得 HTTPS现在很多网页都是用这个 有加安全性的SSL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GOO.GL 其实这字拼起来很像Google 所有Google做出来的短网址 都是长这样子 GOO.GL 斜线 这六个字是一定要请各位背起来的 因为这是微软公司 而这是Google公司的短网址 所以做出来前面大家都长一样 只有后面不一样 后面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页 绝对是所有每一张网页 或投影片最重要的一页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课程 马上就可以让你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打开 因为是网址 所以我们就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 我们在这个网址的地方 直接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 冒线 GOO.GL 斜线 YTZ 注意哦 这个R一定要大写 然后X 然后大写的T 打完了吗 来请各位 来请各位赶快动手来去挡一下 因为我们要准备下载我们的办例 HTTPS 冒号斜线 斜线 GOO.GL 然后斜线 YTZ 然后大写的R X 大写的T 再一次提醒各位哦 各组 我们那个王小姐 就是呃 承办人员 她有很贴心的提供 如果有学长没有带notebook 没关系我们一组旁边桌边有配置两台notebook 这是可以方便各位来去使用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希望你不是听讲听演讲 你要真正的实物会操作 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分组的竞赛 就是一组推派一位代表出来 然后去解析一个资料 看您看到了什么行为模式 所以到时候也就是说 我们最后最后会进行这样子一个竞赛的环节 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非常非常多课程 请你找今天日期 2019年0128 用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处节与政策管理应用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那个 对不起 我今天因为早上5点起来 我就把它做好 就我做到下面这一个了 我做到下面这一个 麻烦 麻烦 麻烦暂时请点 那个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办例下载 这个办例 第二个围定 我会广告制作 因为1月21号 去两所学校去教学生做围定 这个麻烦请点这个围定为广告 好我们先会先让你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用商业数据来去做讲解 然后这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下载的图示 所以就麻烦请你点这个左上角下载的图示 好请点它一下 这样他就把这个档案 例如说请放到下载这里面 请放到下载这里面 然后点选存档就好了 好 请把它放在我们下载里面 当然你的下载就会有这个办例了 再接下来麻烦请网右来去观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档案格式 稍微缩小一下 您看一下这边是不是看到第一组 各位知道自己的组别吗 第一组 第一组在这边 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组在这里 第二组在这里 一三 四 五六 自己下载自己组的资料 为什么呢 告诉我们竞赛 竞赛是第一组分配到 你要分析的是 第一组要分析的是 台北市105年交通事故资料 那你就只要分析这些资料就好了 六个人分析同样的资料 我会希望到时候会教你们 如何去互相讨论商量 然后去互相比较看到了些什么事 然后再来可能会有些人 他会去思考一下 近几年来的政策 是否因为改变 然后让交通事故能够上升 还是下降之类的 或者是各地区这边 交通事故 它的一个情形是如何 第二组就麻烦请下载第二组的资料 第二组分析登革热 第三组分析公害陈情 公害陈情 第四组分析工厂清测 工厂台湾哪一个县市工厂数最多 但是不能这样比 我们应该比那个工厂的那个率 哪一个率是比较高的 第五组分析的是台北市自行车失窃 不是有U-Pi吗 对不对 还是有人自行车会失窃 第六组下载这个癌症发生的资料 好 在接下来大家都要去下载这个台湾各区人口统计 例如说我是第一组的话 我就点这个第一组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接下来呢 要下载的是 我还是要把它恢复成刚刚那个小图示 因为我现在解析度已经说到很小很小 好 那请各位要下载的是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因为其实不管您看哪一个事件 我们都会拿最简单最简单的人口来去看 例如说每10万人车祸发生的那个比例 每10万人什么什么癌症发生的比例 类似这样子的分析 好 所以台湾各区人口数请下载下来 各位 那 还有 还有Iris范例 Iris范例 希望 我们到时候看看说能不能跟你们分享 因为分群的概念很重要 好 这就是我们的范例下载 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像我们在这边有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的初阶 今天的课程其实是初阶 就是你完全都不会不会操作这一套软体 你都应该要可以上手的这种课程 可以了解 所以 所以我觉得刚好 刚好有这么一个初阶的课程 其实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做做看 可以了解吗 好 那如果你想要再回去的时候再进修 进阶 我下面其实都还有 像例如说 如果你想要看环保大数据 因为我去环保署演讲 我当然就是直接拿他们的环保资料 所以里面会看到什么 空气资料 自来水资料 好 或者是我今天 我在我们国立阳明大学的大数据分析的课程 我当然是介绍生物医学的资料 可以了解吗 拿不同资料都可以去做分析 再来还有进阶的课程 进阶 像例如说 下面这边 我还有从Excel 到Power BI 怎么做大数据分析 如果你真的是只有Excel 怎么做 我这边有很多很多课程 进阶 Excel 对不起 Power BI进阶 Power BS P 你看 这边有那个 基础课程 还有政策管理应用 还有进阶 跑去哪里 这边 生医 然后还有进阶 甚至我建议各位 Power BI 如果你们单位有能力 不要去使用这种免费软体的话 好 就是愿意花点钱 我们可以去学Table 我下面还有Table的课程 我最近我打算利用过年时候 把它最新版 2018.3 这个最新版 把它录制出来 不过2019.1 也快要出现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是Table很贵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Table很贵 它差别就在这边 如果你们单位 买得起Table的话 建议是学Table 就会有点赞 就会有点赞